深呼吸 瞄准 出手 飞镖划出摄像板 8月12号 中国成都2019第18届世界警察和消防员运动会飞镖项目进行了最后一日的比赛 中国香港代表队在此项运动中成绩突出 包揽男子501双打B组前三 Quicket双打比赛男子组B组冠军 Quicket单打B组男子组冠军 因为我们是第一次来这个地方比赛 所以我们是非常兴奋的 还有就是我们在比赛中见到很多很多很多爱外国的选手 他们的标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我们是LUCKY 我们能拿到这个商人的金牌 所以我们非常开心 我们比赛四天明天就回上了 我希望可平 可平是我们的希望 在此次比赛现场 来自马来西亚的Jemden Modena Sear成为全场交点 八个男子比赛项目 他个人就获得了四枚金牌 面对着强有力的对手 香港警务处督查 言中意表示 其实成绩不重要 依靠赛事平台和全世界执法人员交流才是最重要的 今天比赛非交比赛我们有五个五个人参加的 我们第一天拿了一个金牌 一个银牌 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 可以让我们 其实全世界的 大家都是执法的人员 可以在一个平台里面多多交流 也可以感受到大家在工作 分享一下工作上面的事情 还有心得 也可以认识多的朋友 我们非常感谢他们对我们的支持 我们也觉得这是很感动吧 据了解 此次参加飞标项目的香港代表队 有香港海关 香港警察 香港审教处和香港消防 共40多名运动员参赛 有过20多年飞标运动经历 担任过历届国家级飞标赛事裁判张璐璐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香港的警察和消防员们 大都是非常有经验的标手 非常有水平的选手 能够代表相当高的水平 中国香港在亚洲飞标的水平 也是处于领先地位的 他们能够在这么比较困难的情况下 中国香港比较困难的情况下 能够组织来参加这个比赛 我们也真的非常高兴 而且他们在比赛当中 也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而且我们看到 他们除了我刚才说到的 有一些水平高的选手 也有一些新手 说明他们在以老代新 然后在发展飞标运动方面 确实做得非常好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制作人 您的选手 非常漂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